林小竹刚才便已下定了决心 要跟这些人走 这次的机会他一定要抓住 当下看得不看秦氏一眼 正托了夏春燕的手 伸到山羊胡子的面前 道 我能做自己的主 伯伯你摸吧 走回家去 秦氏用力拽了一把林小竹 要不是当着众人的面 他就想一巴掌过去了 林小竹一不留神 被他拽得一个量强 此时不是一争长短的时候 他用力甩开秦氏的手 转过身又走到山羊胡子的面前 再一次伸出了手 开口道 我并没有卖身给他们家 虽然在他家里住了两年 但这两年家里的家务活 全是我干的 我不欠他们什么 说完又加上了一句 村里的叔叔伯伯们 可以给我作证 山羊胡子见众人 看向林小竹的目光 全是同情 心下明白 当下伸出手来 给林小竹拿麦 秦氏简壮 恼羞成怒 正想伸手再拽林小竹 一个老婆婆被花婶给掺了进来 对秦氏道 大竹媳妇呀 要是小竹被选上 你也脸上有光呢 这家给的卖身钱可不少了 你想想呀 你把他卖进贺家傲去 虽然多得那么个三瓜俩早的 但以后他真的过得艰难了 你家大竹 看在你小姑子的面上 还不得拿钱帮他 倒不如让他跟这家人走 你没看 林村的那个 据说吃香的 喝辣的 还有钱烧回来 往后呀 他富贵了 以小竹的心形 必定啊 会报答他舅舅的 抚养之恩的 过日子呀 还得看长远一点 不是 听得这话 秦氏的手一僵 眨巴眨巴眼 把手缩了回来 善笑着对老婆婆道 还是四婆说的对 就按四婆说的吧 两人说话间 山羊胡子 已经给林小竹 把完了脉 他缩回了手 扶着自己那山羊胡子 摇了摇头 啊 回关的人群 顿时发出一声惋惜 唉 全村就只有 李正的大儿子 被选上了 也不知道 他们挑的是什么 有人探到 一个小伙子 接口道 据说啊 就是要什么 资质好的 用胳膊肘 拐了拐旁边的老汉 说啊 啥叫资质 你叔要懂得 啥叫资质 早就被选中 去过好日子了 老汉将手里的锅头 在地上敲了敲 幽默地回答 顿时引得众人 笑了起来 资质 资质 可爱的小罗莱呀 这次的时代 有一身好武功 是安身立命的根本 发家致富的本钱 意味着 不用看任何人的眼色 依附于任何人 过日子 他还盘算着 跟这些人出去 练出一身本领 然后再想办法 脱离他们的控制 自己一个人 隐居到市井中 致富发家 过悠闲日子呢 学不详 人算不如天算 这么一眨眼功夫 他的理想就破灭了 在一旁 被四婆说动了心的情势 一听山羊胡子这话 顿时急了起来 嚷嚷道 哎 老爷 你就买了它吧 我家小竹呀 可能干了 什么都会干 人也特别的机灵 啊 对了 他的厨活做得尤其的好 你也知道 我们这里穷 没什么好东西 但不过是一颗青菜 让小竹做出来呀 味道就很好吃的 老爷 您就买下它吧 说完 见山羊胡子的脸色 没有一丝松动 他赶紧又加了一句 啊 要不我给你便宜点 听得他最末的一句话 众人嘴角抽了抽 还便宜点 他以为是卖一只老母鸡呢 山羊胡子厌恶地 看了秦氏一眼 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走走走 走远些 咳咳咳咳咳咳咳 旁边传来一阵轻咳声 却是那少年 用一块精致的手帕 捂着嘴 车身在咳嗽 山羊胡子一听 满脸紧张地凑到少年的面前 轻声问 没事吧 少年对山羊胡子摆摆手 抬起眼 找有兴趣地看着林小竹 问道 我问你 你为何觉得 我是能做主的人 林小竹有些失望的眼睛 被他这一问 顿时亮了起来 他冲着少年微微一笑 这灿烂的笑容 如迎着出声太阳 绽放的花朵 让少年的心情 也莫名地好了起来 轻声道 我看你 比他更像贵人啊 山羊胡子听了这话 顿时一震 慢慢坐直了起来 顶直了腰板 尽量将自己 威严的气势表现出来 沉着嗓子 问 何意见得 看着山羊胡子 这番做派 林小竹心里好笑 不由得笑眼弯弯地答道 这位哥哥坐在那里 就感觉他什么都不怕 可伯伯您呢 时不时地向哥哥 看向一眼 似乎生怕 你做的事 他不满意 说完这话 抹了一下鸡皮疙瘩 装天真烂漫的山村小女孩 不容易啊 不容易 少年 山羊胡子的这声称呼 和他的紧张恭敬 让所有的人都明白了 林小竹所说的话甚为正确 秦氏看了看少年 又看了看林小竹 眼睛一转 推了推林小竹 赶紧回家去 端往水来 给公子 认认嗓子 林小竹却是不动 盯着那位少年 看了一会儿 开口道 你是不是受了风寒 我给你做一碗粥喝 可以吃风寒的 要不要 明年 词 难 是